今天當過民進黨黨代表的趙介佑 昨天很明快的在民進黨的黨內 就做了處分 也把他給開除了 只是是不是包括蔡總統 他們已經知道這個火要往上燒了 所以做了很明快的處理 開除黨應該是今天 昨天因為開中常會之後 那麼又討論到這個事情 覺得對黨的形象不好 所以今天台北市黨部 就火速這樣開閘 不過觀眾朋友 這個事情跟他有沒有黨籍 我覺得不是直接相關 他就算沒有黨籍 他的父親是民進黨的 這個台北市黨部的高官 而且他跟民進黨的官員部長 有那麼多的這樣子的一個互動 以致使於他在地方 剛剛所講北投分局的這些惡行惡狀 這是長期的問題 就算他從來沒有加入過民進黨 他今天是因為他是民進黨的黨代表 如果他不是的話 民進黨會發個聲明說 這個人跟民進黨完全無關 上次還有一個有沒有 講說已經兩年了 所以已經沒有黨權了 切割 但問題是這事情不能切割的 今天不會隨便一個路人 就可以跑到一個警察局裡面 去做我們剛剛講的 那麼多荒唐的事情 所以他背後所衍生出來的是 警戒的風紀已經 我不能講敗壞了 已經不是以前那個樣子 已經不太OK了 因為包含了中文派出所 包含北投分局 顯示所謂的有利人士 不管那個人是有錢人 是幫派分子 或者是警戒的長官 甚至是民意代表 是政治人物 都是有利人士 隨便一個人都可以影響警察 讓他們失去正常的行為 跟判斷能力 不可以做的事情 跑進來打雜 我們把那個硬碟刪掉 跑到北投分局 已經是這個被關的那個毒販 我可以給他吃個便當以後再打卡 沒有人阻止他 所以顯然現在警方都在想什麼 當然 有人講說警察難為 如果你敢跟這些當道的人 或許他們不知道這個趙介佑 如果得罪他以後 是不是就會影響他的升遷 但是看到他 我不知道那個過程有沒有 他有沒有加那個臉書 Instagram或是臉書 都跟保證人 都跟周惠孫 他會不會內心覺得說 算了 這個人 只要沒有太過分 我們不要惹他就好了 所以這才會造成今天這個事情 變成走荒腔蟲麻這種程度的原因 有沒有開刷他民進黨黨籍 其實並不是重要 民進黨開刷他黨籍 也不是要讓這事情變得更好 只是要叫大家以後 不要再講民進黨了 那個是趙介佑 不是我們民進黨 可是他就是民進黨高溫之子 這一點是騙不了人的 其實因為趙介佑 已經被收押了 收押境界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過去他曾經跟在幫派裡頭的 未讀虐死小弟這樁案子 在過去 其實這個被虐死的小弟的大哥 有出來 就是到這個協會 這個媽祖的文化協會去 開槍 今天很快的 因為趙介佑被收押了 對方自己出來投案 這代表什麼樣的意義 代表一切都計畫好了 你不覺得就是這樣子嗎 因為這個事情發生什麼樣 據說是北聯邦的一個護法 跟趙介佑認識 知道他有辦法再開這個協會 想說我就介紹我一個小弟 來你這邊工作 工作是美其民 大概是做一些什麼事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跟著趙介佑 學朗賺錢就是了 結果不但沒有讓他賺到錢 結果反而讓他去嗑到藥 嗑一嗑 嗑死掉了 當然怎麼死 有人說是被淋虐死 有人說是嗑藥 嗑婚了自己死了 怎麼死的不曉得 那這一個護法就很生氣 據說就跑到那邊去心事問罪 就心事問罪的時候 據說這個趙介佑 輩分上也比較小 可是一副甩都不甩他的樣子 一副很冷漠 對他一副 沒有 你想辦法 就這樣 結果這個護法就很生氣 所以前一陣子 就開了馬沙拉底 跑到那邊去 然後開400多萬的車子 跑到那邊去開槍 開完槍之後把車丟了 車丟了人就跑了 當時大家就已經傳出來說 這是我北聯邦站內後 因為這裡本來就傳說 是北聯邦的堂口 結果你看大家事情就這麼巧 這個案子一發之後 下一個禮拜 馬上發生什麼事情 趙介佑的事情爆發 趙介佑的事情爆發以後 今天早上這兩個人跑去投案 你看這個時間順序將將好 在我看來 這個大概是什麼狀況你知道 因為趙介佑他跟北聯邦分局 之間的關係太深了 假設你這個 你這樣沒有把這一切見光 你這樣社會大眾看到 這件事情的話 你如果單獨自己跑去 因為你的敵人剛好 跟北聯邦分局這麼好 你進去會遭受到什麼待遇 誰也不知道 所以他要把整個事情通天 通天了之後他再進去 他就比較會獲得保障 這是我猜測的 當然不見得是這樣 可是我覺得 這是一個比較合理的 但是剛剛韋翰講那一個 他開除他們黨籍這件事情 不好意思 我要幫趙介佑報區了 你知道為什麼要幫他報區 為什麼 你知道 你們民進黨到底根據哪一張 哪一條開除他黨籍 他現在只是嫌犯 他要被定罪了嗎 沒有被定罪之前不是都不算 都只是嫌犯而已嗎 如果說這是你們民進黨 的規矩的話 那蘇正清你們當初 為什麼不開除他黨籍 他一樣被收押禁見 對啊 那奇怪 你民進黨的標準到底是什麼 你們就是想切割的時候 就切割 不想切割的時候 就完全當中沒這回事嗎 所以你看連這一種 芝麻利多大的事情 雖然照介佑對他們來講 不算是一個很重要的黨員 可是連這一種小地方 都可以看得出來 民進黨有多麼惡劣 我們知道蔡總統他膝下無子 可是他非常愛貓愛狗 他養了兩隻貓四條狗 就像是家人一樣 不過其中一條退役的搜救犬 叫樂樂 最近被質疑是內政部消防署 為了總統他收養或領養方便 所以他修改內規 讓總統直接認養 那今天蔡總統在臉書上寫了 好長好長一篇的臉書 我們幫他算了一算 728字他跟誰道歉 他跟他的愛權道歉 他怎麼說 我們來看一下 728字洋洋灑灑 充滿溫度 充滿感情 他特別說 我要告訴Bella Bonnie和Malu 不管你們年紀多大 也不論在照片上 有沒有被拍得清楚 我都會愛你們 要謝謝你們 在年輕時的奉獻 然後中間還有跟他說 對不起 晚上結束一整天的工作 我告訴樂樂 不好意思 讓你上新聞了 希望你不會不開心 其實這篇臉書真的充滿溫度 我們之前有批評蔡總統 批判他在我們泰魯閣事件 或者是在其他F51飛官殉職的時候 感覺上他沒有什麼溫度 沒有什麼情感 感覺好像是局外人 可是在這個毛小孩 以及貓咪的部分上 我們看到蔡總統 真的完完全全是真情流露 你看像這個照片沒有拍清楚 記得嗎 跟美國來的貴賓 一起合照的時候 照片沒拍清楚 他都還說沒有看清楚 不論在照片上有沒有拍得清楚 可見蔡總統 真的真的很愛這些毛小孩 可是我們來對照一下 在F51兩位飛官殉職的那個時候 蔡總統是怎麼說的 來 他總共用了156字 當然字多字少 沒有辦法代表情感 可是你看他的情感 看不出來有很大的情感 另外在泰魯閣號上的這個49名 我們的同胞枉死 蔡總統是用173字回應 而且看起來真的就是冷冰冰的 他說如何今天早上他得知 在花蓮大清水隧道發生出軌事故 目前搶救正在進行中 然後做出4點指示1234 看不到有什麼比較溫暖 或是人性的部分 講到泰魯閣號出軌意外的事情 其實到現在已經過了快要一個月了 家屬悲痛的心情到現在 完完全全沒有減少 我們來看看王威君 這個是阿溝 他在幫這些家屬做心理的治療 某種程度是的 他幫家屬發聲 這是家屬帶家屬發聲的第三篇 這篇文章 其實我看一次 哭一次 真的很難受 中間我們結一小段 大家看一下 他說 我去現場看 這是一個媽媽 他在找他的女兒 他女兒二十幾歲 正打算 花樣年華 正打算去國外念書 我認不出 越後面越殘破 招魂吧 我們沒有找到人 可能還活著吧 我們去招魂現場 心裡默念著 回到殯儀館繼續認照片 我看了三天 重複再重複 看到61號 隔了一天 媽媽終於找到你了 但卻是DNA相驗找到你的 我的寶貝 你破碎的遺體 讓媽媽根本認不出是你 那麼深的歷刃 割過衣服也沒了 這個畫面的打擊 對媽媽來說 她說是一輩子都無法忘記的痛 她找了四天 因為她女兒的身體已經完全殘破 分散各地 她找不到她的女兒了 所以大家看 錢子剛在念這一篇文章 你就會覺得很有感 就是說 當國家發生這些事情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總統 我們的國家領導人 應該要更多的通理心 那總統他把他的感情用在 貓跟狗的身上這一點 我要跟大家講清楚 我並不反對把感情放在 貓跟狗身上 可是你要先顧好你的國人 但我必須倒回來講的 總統也不是把他的感情 放在貓跟狗身上 他是想要去引起所有在台灣 喜歡貓跟狗的人 等那種同情心跟轉移焦點而已 話長有點重 但我跟大家說 去年2020年 15歲以下的男生跟女生 我們的青少年跟幼童 人數是283萬 可是貓犬的數量 已經達到285萬 養貓跟狗的人很多 今年2021年 現在目前到293萬了 所以家裡面有忙小孩 有貓跟狗 我小時候養狗 狗離開的時候 跟親人分離一樣的 那麼的痛苦 現在家裡養貓 我三個小孩跟我太太 我們五個人都很喜歡那隻貓 一隻貓影響五個人 總統今天跟大家講 我很愛我的狗 很愛你的貓 沒有問題 但是你養樂樂的這個時候 樂樂第一次出現 就是這個陶德來的時候 你發現怎麼多了一隻狗 搜救犬 觀眾朋友很簡單 總統府他整篇文章 在告訴你說 樂樂被攻擊了 樂樂上新聞了 好像大家都在罵那個狗一樣 請你告訴我哪一篇文章 在講這個領養是特權 這件事情上面 罵的是狗 罵的是特權 罵的不是狗 誰在罵那個搜救犬 哪一個人在罵搜救犬 搜救犬有什麼錯 這幾隻是導航犬 他們在吃東西 他們怎麼做 沒有錯 馬英九以前養的 馬小九是流浪犬 但是總統真的 就剛好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他現在抱的這一隻搜救犬 是國家級的搜救犬 台南圍觀大樓倒塌的時候 他還去搜救犬 這三隻是導盲犬 都不是一般的狗 搜救犬 我本來也不知道 後來才知道原來搜救犬 他在退役之後 非常多人想要領養 大家跑去找新聞 又是徐國勇 徐國勇部長曾經講講 去年的時候有五隻搜救犬退役 105個訓犬員 他們登記要養 有100個人被剔除 怎麼剔除 先第一個 你要公告 第二個 你必須是訓犬員 第三個訓犬 我跟賓哥兩個都登記了 結果賓哥一看 賓哥家裡200坪 我家只有20坪 賓哥得勝 我沒有了 就剔除掉了 那這些規定 就是規定 所以連徐國勇他講過 你去找 等一下節目結束 大家上網去找 徐國勇講說 連我的家人都超哈的 很哈就好想養狗但不行 我是部長我都沒辦法 那為什麼總統可以 原來那個規定在去年被改掉了 把一個對於搜救犬的形象推廣 有幫助人士加進來 再加第二個叫不公告 那不公告 大家怎麼知道要養 這當然是特權 這個不是蔡總統下令的特權 我相信 可是你要領養樂樂之前 這個規定被改掉了 既沒有公告 也不限訓犬員 而且中間沒有任何的評比 把話說回來 這個樂樂現在目前養在第一 那個總統官邸 他裡面很大 環境應該很好 而且總統應該不會虧待他 他沒有被虐待沒有錯 可是總統你不要轉移焦點 又說大家去罵樂樂來講說 這些好像都瘋了 這些評論員國民黨什麼 不是 是總統消防署所改的規定 讓你領養樂樂這個過程 變成是一個特權 雖然你那個過程 你領養的時候已經改了規定 你認為沒有特權 可是確實跟以前的規定 真的不同 總統自己在臉書上說 我最痛恨的就是特權 可是你卻疑似享受了這個特權 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